cinema 那我们接下来 Electrify 呢 事实上呢 就是 更进阶地来了解一下 我们该讲的 frame 的观念 以及 frame 呢 ieteข리和 overloading 另外一个是 overload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 关系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什么叫overloading overloading我们在C跟C++里面 也有提到 比如说我们讲说 一个函式可以重载 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有同名的函式 但是它有不同的回传形态 不同的参数的 个数跟形态的时候 那我可以针对于 同样的一个函式 然后去重载它 其实重载的观念 在C跟C++ 基础的C跟C++里面都有 然后只不过我们在这边 要重载的是一种 特殊的函式 这些特殊的函式呢 是定义在这个operator上面 在这种操作员上面的 OK 所以我们会谈三个部分 那这个三个 其实也 其实是都在谈这个 这个operator的overloading 就是这个操作员的重载 那当然就会分成 unary单元的 跟binary双元的 单元操作员跟双元操作员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implement成 一个member function的形态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implement成 这个frame function的形态 那我们今天都会介绍到 这样子 那最后呢 我们就要谈那个reference跟 overloading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reference是重要的 那尤其在某一些类型的 这个操作员上面的时候 你必须要正确的给它reference 它才能够正确的运作 要不然呢 它都会 得不到你预期的效果 好 首先我们来看 就是在 这个一般的内建的 这个资料形态里面 本身 这个运算员呢 就已经是重载的状况 大家对大家来讲 对人类来讲可能很自然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 正7 你可以写加7嘛 对不对 正7 这个前面的这个正号 这个符号 代表是正负数 然后呢 2加5 做的是什么 整数的加法 对不对 那3.25加7.3 做的是什么 是辅点数的加法 也就是说 在我们本身原先的 西加加的定义里面 它本来就会去重载 这些加法这个符号 这种基本的运算符号 也就是说 当你给它资料的时候 它就自动会去帮你判断 编译器自动会去帮你判断 它要呼叫什么样子类别的 这个运算员 对不对 运算符号 所以它本来这个重载的观念 就是内建在西跟西加加里面的 好 那 除了这个重载的观念之外 那编译器呢 常常需要去展现什么呢 需要去进行什么 coercion或casting 就是 不管是 强迫你做的 还是你自己做的 对不对 这是强制转型 然后这是你手动转型 这种转型的形态呢 也常常会被你 去拿来使用 也就是说 除了西加加内建的 它自动帮你做这件事情之外 你也有可能会 你也有可能自己要想来做这件事情 OK 那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使用这些 arithmatic的 symbol 这些算术的符号 用在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个data上面的话 那么我们要怎么办 那我们就要去重载这些symbol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想 想 想 比如说 像刚才我们设计出来 那个上个lecture里面 有c-point那个例子 对不对 假设我写说c-point c-point1加c-point2 两个加起来是什么意思 c-point p1 c-point p2 然后p1加p2是什么意思 也许你只是把它两个点作标 做相加而已 那你自己就要去定义 那个加法 在对于你自己定义出来的物件 定义出来这个类别 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所以我就说 我们必须要去重载这些symbol OK 那这也体现了这个 西加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叫做polymorphism 就是多形化 多样化 那多形的意思就代表说 我可以允许相同的操作方式 然后呢 但是被 就是相同的操作员 运算 然后呢 被不同的方法所实现 这样子 这个polymorphism的意义 比如说 我要去重载这个加法 然后呢 然后用一个适当的这个意义去重载它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PTA跟PTB是属于c-point的类别 然后我今天做加法的时候 我就要对它内部怎么做加法 要去定义它 好 我们来看 我们再看新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 跟overloading还没有太大关系 主要是说 我们可以先从 先从看一个add开始 比如说 我们在之前lab的练习里面 都练习过很多这个 有关于就是 比如说矩阵的 矩阵的运算 我们先从function开始 那这个类 这个例子代表是说 我们要宣告一个 一个类别叫做c-complex 也就是说它是个复数形态 那这个复数形态呢 有real part 有imaginary part 有应该讲 有实步跟虚步 那我都用double来代表实步跟虚步 那一开始的时候 初始化的时候 那么建构子呢 一开始把它设成0 设成0 或者是我有给 我有给r跟i进来 有给两个变数进来的时候 两个double进来的时候 我就把实步的部分设成r 虚步部分设成i 或者是 我也可以就是 写一个函式 叫做c-add 也就是说 我想进行的是复数的加法 然后这个复数的加法 自然而然 它就要去给另外一个 要被加的物件 应该说 这个是被 对不起 前面是被加的物件 这个是加的物件 对不对 我有一个被加的物件 然后一个加的物件 加的物件叫o2 对 然后呢 那接下来我最后一个是 display这个function 那当然就是把实步跟虚步 把它秀出来 这样子 那我这个 这个函式 c-add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这个c-add 这个member function 首先我们来看 它的回传形态是c-complex 然后它自己是 它的名字叫c-add 然后它吃一个 它吃一个参数 然后也是c-complex的一个物件 那它自己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首先先宣告一个 c-complex的物件叫c 那我的c的real呢 等于现在这个被加的物件的real 加上这个加的物件 o2.real 然后呢 c的image imagepart 然后等于现在被加物件的imagepart 加上o2的imagepart 然后呢 加完之后 再把我的这个c整个回传出去 它就完成了 我们要去做两个复数的加法的动作 对不对 就是实步加实步 虚步加虚步的动作 ok吗 知道这个函选择 这个函选择 这个函选择在做什么吗 好 所以在man里面呢 我自然而然可以 利用这个c-complex 先缺掉一个c1 34 代表的是它是3加4i 然后呢 2负7代表是2 然后呢 减 2减7i这样子 然后我的c3一开始 其实先不出实话它 因为我的c3要等于c1点 cadd 然后c2 这就是被加的物件 这是加的物件 然后自然而然它会十步加十步 虚步加虚步 所以呢 你可以想见 它c1最后印出来的是3加4i 就是3痘点4i 然后c2印出来的是2负7i 然后c1 c2 加起来的结果是c3 印出来的结果就是5负3i 然后结果就跟下面一样 这个例子只要说 这个例子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说 我当然可以知道 就是我今天宣告一个物件 我要去使用它的时候 我可以帮这个物件去写 去写各式各样的运算 比如说写cadd 我甚至可以写乘法也可以 加减乘除 我要写什么都可以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一直在去写这些member function的话 事实上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用韩式的呼叫 来进行这个动作 我可不可以直接的就可以 写出来这样子 c3等于c1加c2 直接用数学运算符号 写的方式 我就可以完成我要这个动作 而不用再去写这个韩式呼叫 那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就是利用了重载 这个加法的运算源 然后来完成这件事情 好 所以我们来看 所以呢 我们要来去重载这个运算源的时候 我们就看哪些运算源可以重载 其实呢 加减啊 这个除余啊 等于等于啊 然后这些符号 其实呢 他们在c++那一部里面 其实也是function 他们并不像你想象中 他们就是一个运算符号 那是因为我们理解 数学是他变成一个运算符号 可是他对c++来说 他其实也是function 他也是function的一种 然后呢 然后只不过 他在呼叫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语法 来帮助他完成这个呼叫 比如说x加7 x加7里面 加法是一个二元的操作源 然后x跟7呢 是他的操作值 所以呢 这个就跟我们人类理解的一样 然后呢 可是问题是 你也可以把这样子的运算 运算的方式 想象成 他可以去重载一个 函式 应该说重载一个函式 这个函式叫做加 这个函式 然后给他两个参数 一个是x 一个是7 所以你如果这样理解的话 加就会变成他的function name x跟7就会变成他的参数 而function加呢 就会回传 他最后回传他的这个 所有参数的总和 ok 好 然后但是呢 如果 但是呢 如果一个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们等一下就会进行 所有这种 这种运算源的 这个重载的动作 但是你要记得的地方就是 运算源呢 通常如果被定义成 unary的话 就是被定义成单元的话 你就不可以把它重载成 你就不可以把它重载成 双元运算源 就是说 这个运算符号 明明就后面只接了 一个运算源的 一个运算子的 你就不能说 我要重载他的时候 我要把它重载成 他具有两个运算子 是不可以的 好 那 因为 做了这件事情呢 就会改变他的这个 associativity 跟他的 precedence 就是说 他本来不具有 因为 他不具有那个叫什么 呃 这个我也不太会翻 这个 不具有这个 呃 可交换性 然后呢 或者是说 他改变他的优先顺序 就是说你 你这个单元运算源呢 如果重载成双元运算源的时候 就很可能会改变到 他的可交换性 跟他的这个 这个优先顺序 在这个operator里面的优先顺序 所以这个 是在被定义成说 他不可以这样做的一件事情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运算源呢 是我们 很想 很想很想来运算 很想很想来重载的 比如说 我基本上 我内建的运算源包含了 加减 这个assign 然后呢 除余 然后呢 比较 然后呢除法跟乘法 那这些呢 是标准的 西加价里面内建的这个 所谓的双元运算源 这些都是代表说 加 我讲的是加法不是正号 就是加法一定是A加B 前后两个 前后需要两个运算值 减法也是前后需要 而sign也一定是 等号的左边跟等号的右边 是需要运算的 运算值的 然后除余也是 对不对 除余一定是A除余B 然后等于等于这个 比较运算也是A要等不等于B 你要做两个运算值的运算 那乘出也是一样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去 重载这些基本的运算值 然后呢 重载 然后呢 让它可以用在我们自己所定义的这个资料形态上面 比如说 Chair type啊 Money type啊 就是 你定义出来的资料形态 然后你接下来你就可以去重载它们 他说记得的地方就是 我们要永远就是 重载这些运算符号的时候啊 就是你要用同样的action 同样的观念下去重载 他的意思是说 你要维持自然法则 你不要去重载一个加号 里面做的是减法 然后重载一个减法里面做的是乘法 那你自己在用的时候 你自己就很confused 你永远都不知道 为什么它会成这样的结果 所以 所以我们要重载运算值也要维持自然法则 就是它原来是有加法的特性 你就要用最直觉 最直觉就是 它的加法你觉得如果是你 你会一想到它怎么做 你就会怎么去重载它 OK 好 来 所以我们来看 所以它有点像这样子 所以 我们要重载的时候 它非常像那个 非常像那个 overloading function 很像重载那个韩式一样 那 因为本身 operator本身 它自己就是function的名字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看到的是 在后面你会看到 我们要重载function的时候 其实就会长成这样子 就是 我要 我这边要干嘛 我这边是constant money 就是我回穿形态 是一个constant object 是一个 c money的一个类别的一个物件 然后呢 它的韩式名字就叫做operator加 所以在系列加价里面 它的这个符号的这个符号的名字 就是前面加这个operator 然后后面那个符号 就是它的韩式名字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operator加operator- operator等于 就是operator assign这样 这些 那后面呢 当然就是你给另外一个物件 因为它要做a加b嘛 对不对 所以 a本身是它呼叫的人 然后b是这个加的物件 然后呢 最后要回传一个 回传成一个constant物件回传出来 所以 我就可以对c money这个形态 然后去重载 它的这个加法的运算 这样子 那 很多时候 我们就要适当的去利用 所谓的constant跟reference的parameter 这像在这里 然后呢 其实这个是为了效率的考量 很多时候同学会问我说 为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到底要加constant 什么时候加reference 其实呢 这个都是考量到就是 你到底 怎么样子可以让你的程式 比较有效率 原因是因为 加 加constant原因当然就是 很多时候是为了避免 你不小心改到那个 那个物件的内容 然后reference是 避免物件的拷贝发生 因为我们讲过 如果 你的call by reference的时候 是 是直到同一块物件的 对不对 直到同一块记忆体的 所以它并没有重考 没有重考贝那个物件的内容 可是如果你是call by value的话 什么意思 没有这个reference的话 表示你外面呼叫的物件 然后跟里面的物件 它们的关系是 值得拷贝对应 而不是同一块物件 也就是说里面这个物件的这个object 是去拷贝外面的这个 外面的内容的 那它就会多增加了一些事情 我们可能感受不出来 可是问题是 compiler编译器 的确在编译这个程式码的时候 它会多做一些事情 OK 所以很多时候用concent跟reference 有些是为了安全性 有些是为了便利性 好 来 我们看这个句子的回穿形态呢 就是c money 所以呢 那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函式之后 我现在还没有教你函式的定义 我现在只说 我有这个函式之后 我就可以允许我去做c money 物件之间的这个加法 OK 好来 那至于我要重载这个函式的时候 我的重载的方法其实有两种 请大家记得 我今天要跟大家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教懂大家 怎么去重载运算源 重载运算源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 它把它变成了overloading的member function 重载的这个成员函式 也就是说它的重载的方法 是透过member function来完成的 这个称之为overloading member function 另外一类在这里 另外一类叫做overloading friend function 也就是说我重载的方法 是透过friend function来完成的 因为friend function就不属于member的一类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就变成 它的重载是透过外部的function 外部的friend function来完成的 那 那当然这个语法上面 形式上面长得像这样子 那大家先不用理会它 我们等一下会来一个一个看 比如说 通常呢 对于这种二元的运算源 我们比如说对于assignment等于 然后呢 对于这种标注 下标这种中括号这个 然后或者是对于function这个 都可以重载 小括号对也可以重载 那 通常呢 那对于这种都会 这几种的都会 比较会适用于这个 把它实现成为member function 那对于这种unary的operator 那对于这种unary的operator 比如说 呃 嗯 这不介意是unary啦 就是很多的unary operator 然后跟 跟这个input insertor output extractor 这种小于小于大于大于 这些符号 可能就会重载成friend function 那这些guide line呢 其实大家练习久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差别的 那只是说有些特殊的形态 我们大家后面会讲 有些特殊的形态 是只能用某一类别来implement的 那都会在后面的lecture里面会提到 好 所以呢 这个friend是我们刚才提过的 那 只有member function可以存取到 class的private data 所以呢 你会想要呢 你会想要去用一个non-member function 去存取private data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样子的一个function 宣告成friend 这样它就能突破那个 突破那个encapsulation的限制 OK 然后但是要记得就是 不要随意的用friend 要不然其实封装就没有任何意义 你干脆把它全部都打开算了 所以你要用的时候呢 只有绝对的需要的时候 才能这样用 然后呢 尽量避免它们去破坏这个 尽量避免它们去破坏这个 所谓的资料的封装性 OK 那 好来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 你这个non-member function啊 可以被宣告在 public或者是 public或者是private的section 然后甚至是 这个class的一开始进来的地方 因为我们讲过 只要宣告成friend之后 它就其实就不受那个 它其实是 它不是member function 所以它是不受那个private啊 然后呢 public这些修饰字的这个 这个规范的 所以也没有关系 然后呢 然后 如果在使用这个friend这个字 就是在这个function里面的时候 应该是想 我想看 应该是说 这个有点重复了 这个within这个表 来 那在friend function里面 在friend这个function里面呢 然后呢 你在使用它的时候 然后 这个应该是要用到这个啦 要去宣告它是一个friend 要不然它会变成一个 要不然它会变成一个 class里面的那个内部 private function 你要记得要去加一个 加一个friend的这样子一个 修饰字在前面 这句话也写错 来 然后 那我的重载的函式呢 可以是friend 然后呢 但是呢 每一个 必须要够 必须要能够显示的 指定为一个friend function 那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我们介绍的这个friend 那个overloading的这个operator 它可以宣告成friend的形式 但是呢 你必须要把它加在 就是要必须把它加在这个 每个你overloading的这个operator的前面 然后尽量的限制你的friend function使用 然后到必要的时候才去使用它 OK 这个就是friend的review而已 好来 这个review很简单 就是我们再看一次就是 当我们要宣告一个friend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在前面 多加一个friend这样的一个修饰字 那么后面这个类别 对不起 后面这个function 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个friend function 所以可以突破这个 突破这个资料封装的限制 它可以去access到 这个customer底下的cid跟balance 这两个资料 所以你看 在这个showfriend里面 它自然而然可以去存取到 cid跟balance 这个资料 然后把它 接下来就把它列印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就是它就把这个id10963 然后呢balance 3437.95 这个函式跟这个函式 都拥有同样的效果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重载的 所有的运算源有这么多 包含了这个算术运算的 加减乘除除鱼 还有呢这个位运运算的这个exclusive or by is end by is or by is not 然后extractor 跟insertor 然后还有这种关系运算 大于小于等于 然后不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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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逻辑运算的这个 相反反向 然后and跟or assignment 这个一大堆等于 就是assign 加等于减等于 乘等于除等于 除以等于 然后还有这甚至 很多你都不太会用的这些运算源这样子 那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今天会来讨论 我们大概也会多讲一点 这个加加减减 还有这个 这个中括号这个符号 但是能够 能够重载还不止这样 你还可以去重载new 重载new这个中括号 delete delete中括号 这些都可以重载 那如果今天要一个个讲 讲完的话 大概整个学期都讲完 整个学期都不够用这样 所以我们只会挑一些 来让大家练习 比较常见的 好 那不过我要讲 哪些可以重载之前 我们要先讲 哪些不可以重载 请大家要记得 其实有些 是在系加价里面 是被定义成 你是绝对不可以重载它的 有五个 这五个呢是不能被重载的 那为什么 因为 这五个是有它特殊的 运算意义存在 你要是把它替换掉了 然后它正常的运算 就会出问题 比如说点运算 然后呢 pointer 然后还有这个scope resolution 就是那个范围界定符号 然后还有就是conditional的这种 三位的这种 ternary的operator 就是问号之后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 就是问号 然后接a跟b 就是什么条件成立的情况之下 a 什么时候条件之下 不成立的时候b这样子 还有size of 这几个 这五个 是不能够被 不能被重载的 还有就是 你不能重载 你自己创造的这个符号 比如说 我说我想要来做个什么 奇怪的运算 我就创造一个这个 这个 小老鼠符号 然后 就说我要做 o1小老鼠符号 o2 不可以的好不好 基本上它里面上 它不被认为 不被认定是 一个运算符号 所以它不能够被重载 也就是说 因为你要能够重载它 那你至少要能够写出operator 那个符号 对不对 可是基本上它在c++里面 都不是operator 所以你就不能重载它 好 那最后一个 你不能重载的就是 已经内建的函式的 函数行为 你不可以重载 比如说 5加3 它内建的翻译就是 5加3是8 是做整数加法 对不对 你不能说 这时候我看5加3不顺眼 我想要把它变成 辅点数的这个加法 不可以 不可以自己重载它 像这种内建 内建的这个 内建的这个运算 是不能被重载的 所以只有这5种 就是这5种特殊的运算源 不能重载 还有就是自己发明的 不能重载 然后以及是 韩式里面内建好的 不能重载 OK 剩下的部分 你都可以重载 好 所以首先我们就来看 怎么重载加法这个动作 那 加法这个动作呢 那 我们就可以 在前面的一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那个加法呢 并不是一个 member function 它那个加法呢 是把它呼叫 把那个变成是一个 cadd 像类似cadd 那样子的一个形式存在 是一个一般的 嗯 好吧 我这边要讲的是说 我要重载这个加法呢 它可以不是这个 这个member function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把它 用frame function 来重载 不过两种都可以 然后呢 那 这它的definition呢 就会more involved than a simple add 就是它会比一般的 这个加法的动作呢 会去更复杂 然后呢 那 那在这个 money type的这个 刚刚我们那个例子 money type addition 里面呢 它有一些issue 是需要去处理的 因为我们刚才一直讲 它的prototype 并没有谈到它的实体 那 也就是说它必须要去处理一些 所谓的正负值的问题 我知道了 因为刚刚我们那个money type 在讲的这个地方呢 是它不是用member function的形式 它是应该用frame function的形式 好 然后 那 operator operator的overloading overload overloaded的这个definition 基本上是非常容易的 然后呢 它只需要 这个 只是需要提供一个特殊 对于 你去定义的这个形态 的加法 然后去修正而已 所以基本上 它其实要告诉你 是它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 它怎么简单呢 就是 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以这个 c complex这个例子来说 黄色部分已经是讲过了 所以我们就忽略不讲 那 我们首先先来看 如果我们今天想 想用一个frame member function 用frame function 来去定义一个overloading的话 我要先讲这个例子 它只是用frame function 来定义一个overloading的function 所以这是一个overloading的frame function 那你会怎么做 那你会做的做法就是 你写一个operator加 然后呢 然后它吃两个参数 因为它是一个 加是一个binary的operator 它需要两个operants 两个运算值 对不对 所以呢你就写o1跟o2 然后记得reference reference 为了效率起见 然后呢 回穿形态呢 当然也是一个complex 它回穿也是一个complex 然后 那前面加个frame 然后我们的宣告 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们在实体上面 它的实体呢 当然就定义在 因为frame function实体定义在外面嘛 对不对 所以实体定义在外面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 ccomplex operator加 然后呢 o1 o2 两个reference 这个reference 所以呢 我直接就return了 等于是complex o1.real 加o2.real 然后呢 o1.image 什么意思 我直接产生一个 没有名字的物件 我这边在 是不是在做那个constructor 在呼叫constructor 我就呼叫一个constructor 然后呢 宣告一个没有名字的物件 然后但是把 o1里面的real 跟o2里面的real 十步加十步 然后 虚步加虚步 加号之后 初始化这个物件 初始化ccomplex 这个没有名字的物件 然后它 回穿回去就是这个 没有名字的物件 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你当然也可以很复杂 就是 里面在写一个complex c 然后呢 然后 c.real 等于o1.real 加o2.real 然后呢 c.image等于o1.image 加o2.image 然后在最后去return c ok的 只是 只是这个 这个 对于这个运转来讲 这个不需要那么复杂 你只要简单的呼叫constructor 然后呢 去直接把它那个 把它的值相加起来 当成初始值 再去初始化就可以了 ok 好 所以呢 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想 我要怎么把一个 那个 overloading operator的function 变成一个frame function 那当然就是前面加个frame 就完成这件事情 好 这看起来没有差别 但是前面 它在里面内部宣告的时候 你看 我们是多加一个frame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我们刚才是把 这个overloaded operator 把它implement成一个frame function 但当然同时 我们也可以把它implement成一个member function 好 那我要implement成member function的时候 差别差在哪里 等一下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来 我们就要用this 去 去访问这个data member 然后我的这个 left operand 必须是一个 相同类别的物件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们 我们做member function的时候 总是要有个物件去呼叫它嘛 对不对 我们的member function都是物件呼叫它的 所以 C1加C2 的C1 它就要是一个 物件 所以我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等一下我们来看 如果遇到 C3等于C1加 X 这边X是一个整数的时候 怎么办 也就是说 我的加法不见得 always都是物件加物件 对不对 我有可能物件加一个整数 这就是物件加一个整数的状况 所以我就为了这个物件加一个整数 我其实就要去写一个 写一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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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ember function 来帮它完成 大家可以想记得你看 这个是 C3等于C1加X 如果你 如果你 如果你写的只有 就是这边啊 这边 这个 它吃的参数只有 Ccomplex and OO2 这样子的话 那 它这个C1加X 它就吃不了 对吧 好 所以 我为了要能够吃C1加X 我就要再写一个这个 complex complex冒号冒号 operator加 然后呢 integer referenceX 然后return这个 所以从这个 大家就可以imply 我要写一个 我要写一个 overloading的member function 要怎么写 就是把这个换掉 把它换成 ccomplex 然后呢 and 然后O2 然后这边呢 就是 return的时候就是 real加 real加O2.real 然后image 加O2.image 我看我还是 我写给大家看好了 其实呢 它很简单 它其实就是这样 那你看 如果要把它implement成一个 member function的话 我基本上我右边吃的就是一个 是一个 就是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它里面的member function 然后呢 它右边吃的 因为我的 背加 背加物件是外面呼叫的人 所以我这边要吃一个 加的物件嘛 对吧 O2是加的物件 所以同样的 我的背加物件的real 就是实部部分 然后呢 加上 加的物件的实部部分 背加物件的这个虚部部分 加上 加的物件的虚部部分 然后return回去 其实跟刚才的frame function很像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它们两个差异不大 所以 当我们要变成 它如果吃的 右边这个部分 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 怎么讲 不是一个物件的时候 我们就要特别帮它去写一个 不是物件版本的这个加法运算 因为它原来是 物件加物件 可是你现在是物件加整数 所以你就必须要写个物件加整数 这个函式 那如果呢 如果你的是 C3等于X加C2 发生什么问题了 发生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加号是不是要有物件来发动 它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从整数来发动 对不对 就很奇怪 对不对 就是它如果从整数来发动的话 你怎么知道它要加的是 它怎么知道它要去呼叫的加法是 一个物件加法 懂我意思吗 所以通常 为了要处理这种状况 我们就要去使用一个frame function 不过我要先讲 现在compile都很厉害 这样它都能够处理 如果你implement成frame的时候 原因是因为 它会做 它会做那个 upcast跟downcast 就是做资料转型的动作 所以 其实 其实 但我们在教学上面 我们在跟大家讲说 请大家还是 请把这样子的一个function implement成frame function 一劳永逸 以防万一 所以 在这样的呼叫情况之下 我们就需要去使用一个frame function 来implement它 这样就不会出问题 但我们如果用 用member function 来处理它的时候 事实上 它怪怪的 它会变成整数 怎么去呼叫一个物件的这个function呢 所以 在用frame function 来写它的时候 就会 其实长得很像 我如果不讲 你可能不会意识到 这个是一个member function 这个是一个frame function 这个是一个frame function 对不对 差别只差在于 frame function 在宣告里面 它会多加一个frame 然后呢 member function 拉出来之后 它会多加一个 这个class跟scope resolution 界定符号 所以 在下面这个版本里面 它就把整数放在前面 物件放在后面 然后它就把整数加上物件 然后呢 然后虚部的部分就没有 这样子 OK吗 所以其实整个加法的 这个 这个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好 那我们来看 加法看完之后 我们来看等于等于 就是比较符号 比较等于的状况 好来 比较等于呢 它是 就可以 让你去比较 一个物件里面的 对不起 一个类别里面的物件之间 它们是不是 相同的 所以它回传的是一个不偶的形态 因为 它的结果就一定是 相同跟不相同 好 所以 它回传的是一个不偶形态 然后 当然它也可以 就是它 我们这边 可以把它变成像一个 non-member function 把它 把它变成是一个 frame function的形态 来重载这个 来重载这个 这个等于等于这个符号 所以你看 所以我在 宣告的时候 可以就这样写 friend 不偶 operator等于等于 然后呢 位进两个 两个物件 然后这边我们讲过 这边用constant 跟reference 就是因为 我们在比较的时候 绝对不会改到它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呢 加constant是为了保护你的物件 然后reference 是不用重复的拷贝 所以加速你的这个运算效果 然后呢 外部的时候 你要定义它的这个函式实体的时候 就写 booperator等于等于 然后物件1 01 02 然后return 我return什么 我直接return 比较的结果 就是我直接去比10步跟10步 因为它这时候 它们是double嘛 对不对 我就可以直接呼叫double的等于等于 然后and 然后呢 虚步这也是double 然后呢 所以就等于等于 只有它们两个等于的时候 它回传的值才会等于1 对不对 剩下的情况它都回传等于0 就不等于的状况 ok吗 这个很简单嘛 好来 那 我们来看 就是 这时候我们就要讨论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其实大家可能之前都没有想过 就是 我们的constructor 之前呢 回传的这个物件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像 就是 因为大家记得我们讲过 constructor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是没有指定 是绝对不可以指定它的回传形态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直接把constructor 想成它是一个void的函式 就是它虽然 好像是没有回传形态 但是它是把它想成一个void的函式 但是呢 我们虽然这么想 但事实上它不是的 那因为constructor是一个特别的这个 这个function 然后呢 它其实是一个 有特别的function 要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要回传一个特别的值 什么意思 譬如说 你看喔 我们在刚才这个operator加的这个函式里面 我们是不是这样写 complex complex operator加 然后整个整数位进来 直接return一个complex 这个 real加x 跟image part 这是什么意思 表示我在return的时候 直接把值 呼叫了 直接把值填成了constructor里面的值 对不对 就是说 我把这个值 位进来 给constructor 所以 如果constructor是void的话 那你告诉我 这会回传什么 就会什么都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 很显然的 constructor 就不会是一个void function 懂我意思吗 它会回传的是什么 它会回传的 其实是一个 constructor 事实上回传的是一个 没有名字的物件 也就是说 我这样呼叫完之后 它的确会留一个 指标在这里 它没有名字 它没有变数的名字 但是它会有一个位置 就是告诉你说 我现在 呼叫constructor 我的compiler 帮你去找一块 记忆体空间 它就给你这块 记忆体空间的位置 所以它是一个 回传一个 没有名字的物件 在这里 懂我意思吗 所以 所以这边constructor 本身它是有一个 它是有一个实体的内容存在的 而不是一个void function 好 那 在这样之下呢 我们来看看 这样可以怎么 会发生什么事情 假设 我们有一个mutator input input是一个输入函式 然后还有 一个non-constant overloading 加 在这个c-complex里面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看 我先看 这个input是什么 我在这里下的 member function input 就是 叫你输入 实步跟虚步 对不对 输入实步跟虚步 然后呢 我的c-complex c-complex 冒号冒号 冒号operator加 然后为一个o2进来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就是用 这个就是用 member function 来implement的版本 然后呢 把这个real加o2.real image 叫o2.image 然后利用 一个constructor呼叫 然后回传回去 所以呢 它就会 return一个 non-constant object 这个东西 是一个non-constant 它不是一个constant吧 因为我说它是一个 一般的变数 对不对 一般类别的变数 所以自然而然 我回传的这个 没有名字的object 是一个non-constant object 所以non-constant object 它就允许你去做修改 允许你去做修改 这件事情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它应用的时候 好 这是我们刚才讲 non-constant object 所以呢 如果我给你c1,c2 然后呢 那我的这个 最后面呢 和它return的 这个object return 是一个 这个c complex的object 然后 所以我就可以 在这个return的object上面 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像呼叫它的member function 譬如说 像这样 大家帮我改成c1跟c2 好不好 我的例子已经改掉 下面没改到 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c1,c2 它回传了一个object 没有名字的object 对不对 然后呢 那由于它不是constant形态 那我就可以自然而然 再去呼叫它 为什么 因为 c1加c2 它呼叫这个function 没错吧 它呼叫这个function之后 回传的东西是什么 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物件嘛 对不对 所以 这边 回传的结果是一个object 所以 如果它是个object 你可不可以去呼叫 它底下的其他的这个 底下的function member function 当然是可以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 你在不是nonconstant object 情况之下 你就有可能 会再改变它的内容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通常在回传的时候 譬如说在加法回传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它宣告成一个constant的形态 也就是说我前面会多加一个constant 以避免 以避免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事情的发生 ok 懂我意思吗 好来 那 所以这个这是原来的这个 overloading的member function 那我们常常在 overloading的member function前面 就会加一个constant 原因是不希望我们刚才做完的结果 然后不小心的被更改到 那 这边是个例子 你看这个例子 就是如果这边的例子来看 如果complex t1 34 t2 2 -5 然后t3 还没给值 然后t3等于t1加t2 什么意思 它发生了什么动作 它发生的动作就是 这个部分 先去呼叫了 overloading的member function 对不对 它先呼叫了这个 然后呼叫完之后呢 然后呢 就会回传一个 实步加实步 虚步加虚步 所以就会变成了 5跟-1i 对不对 5跟-1 好 5跟-1 它会回传一个没有名字的 没有名字的物件在这里 然后再做一次assignment的动作 把5跟-1 写进t3里面去 对吧 那我要问你就是 那我这时候t3可不可以做点input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因为t3从头到尾都没有受到 我们只有限制了 这个部分回传的 结果是constant object嘛 对不对 所以只有这个没有名字的object 是constant 就是这个修饰子 只限定了这个加法出来没有名字的这个物件是constant 又没有限制它是constant 它就不是啊 它就是一个一般的complex的object 所以它当然要去呼叫input 它的t3.input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t1加t2.input 这个可不可以 就不可以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边限制了它是constant 所以t1加t2 应该t1加t2加完的结果 这个没有名字的物件 是个constant 它就不能去呼叫mutator 对不对 它只能去读值 不能去改值 这样子 ok 好 所以t3跟t1跟t2呢 的结果 那个没有名字的物件 是两个不同的object 它不是同一个object 它会产生一个没有名字的 再把那个没有名字的 拷贝到一个有名字的object里面去 ok吗 好 好来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 unery的例子来给大家看 那西家家里面有很多的unery operator 意思就是说 我的那个operator 只吃一个运算值的 譬如说 负号 譬如说x等于-y 那当然 只有这个部分是unery 那这个等于的符号 assign的符号还是binary 的 所以 那negative y 就是-y 这件事情是unery的 然后呢 其他的unery符号 当然也还有包括了 加加减减 对不对 就是increment跟decrement的部分 所以 这个 这一类型的unery operator也可以被重载 我们来看到 符号怎么重载 我如果符号要重载的时候 非常简单 符号重载的话就是 当然就是 欸 这个operator是符号 这是符号喔 那 operator是符号的时候 它需不需要吃运算值 它其实不需要吃运算值 所以呢 因为它只有一个无件 它不用吃运算值 所以 那 那你运算回来的结果呢 就是运算回来的结果 只是把它变个符号嘛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把 这个complex来讲 是把它实部变成符号 虚部变成符号 就直接回传回来了 好 所以 这样我就写完了 好 好 那 怎么写一个这个 frame function版本的那个 那个符号的那个operator呢 就大家去看 letcher5-4里面 我也有写号的 好 那你会发现 在这个符号版本里面 就是在unery的版本里面 你看 unery版本 它是不需要吃argument的 好 然后呢 它 它写了这个 这个符号之后 它其实就会 会重载两次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有写一个 版本是给减号的话 就是做加减法的话 那它就会知道 一个是给减法的 一个是给 这个所谓unery 做负号的 那它怎么判断 它就是看 你吃进来的 参数个数 来判断你在 你在做的是 负号 还是你在做的是减法 好 所以这个很简单 好 那这是个例子 那Lecture 5-4里面 你就会看到 在man里面呢 如果 这边呢 当然就是变成 它是呼叫减法的运算 然后呢 在这边呢 它就自动去呼叫 所谓unery的运算 然后它的值 就会正确的算出来 好 整个操作部分呢 请大家去看一下 Lecture 5-4 比较会有个具体的感受 好 好来 那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深入的就是说 我们之前很多例子呢 就会把它 把这个 把 这个function呢 定义在外面 然后形成一个 这个 用frame的方式来做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用 member function member operator的方式来重载它 所以它就要用 这个member function的方式来实作它 然后我们要讲的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 你看喔 你看喔 大家想想看 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你要member function 来重载你的运算员 如果对于二元运算员来讲的话 我第一个运算员 是不是当成呼叫函式的人 好 所以 所以如果你要用member function 来重载这个二元运算员的话 它会吃几个参数 只吃一个参数 只吃一个 只吃一个object 对吧 然后如果你要用 如果你要用member function 来重载 所谓的unery operator的话 由于我呼叫的人 就是 就是只有一个object了 就是那个operance 就是那个运算值了 所以我的 我的那个括号里面 还需不需要 其他的参数 就不需要其他的参数 对吧 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因为你的运算员 只会分成二元跟单元嘛 对不对 那二元的时候 呼叫的人自己占掉一个 所以剩下的那个就要当成参数 那单元运算员的时候 呼叫的人就是那一个了 所以呢 他有没有参数 就没有参数 这是 这是member function的做法 可是frame function的做法呢 frame function就会变成 因为它是一个外部的函式 对不对 所以你的binary的 你的binary operator 两个运算员 都会到参数区 当你是binary的时候 你的两个operants 都会变成它的参数 都会变成它的input arguments 然后你的unary 当然也会变成它的in 所以 这边会重叠一部分 比较不容易了解的地方 是你有时候看 没有看清楚的话 你会以为 你重载的 单元运算员的这个 frame overloading的frame function 会跟你的 binary的 overloading的member function 会混淆 因为他们都吃一个 他们的形式长得很像 你从减法来看的话 你自己想想看 他们就会长得很像很像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小心的 我们来看 譬如说 这个加法 加法要重载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加法要重载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下面了 它就只会有一个 有一个O2在 它的那个参数里面 因为O1是自己在呼叫的人 所以只有O2会写在那个 只吃一个参数O2 吃进来而已 然后 所以呢 在lecture5-5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综合的例子 譬如说 我们来看 这里面呢 我们写了加法 减法跟加等于 所以 当我们这边加法的部分呢 我们就写了这个 加法的部分 就吃一个O2的 然后也可以加一个double的 那加等于呢 那加等于的话 我们就是加一个 等于是O1等于O1加O2这样子 那我们同时也写了 这个 写了什么呢 写了frame版本的一些函式 譬如说这个就是 double在前面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 这种就是在 用double 用frame function implement 比较自然的方法 就是double在前面的 double加一个O1 它不是两个 它不是O1加O2 不是两个物件相加的 而是一个整数或者一个是 伏点 双倍伏点数 然后再加一个物件的 然后呢 另外这个是 这个 你看这个是friend 你在friend 去读它的时候 你看到减法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 你看到 我要讲的是就是这个 这个跟这个 如果这个是减号的话 大家想想看 你会觉得它很像 它几乎长得一样 可是它们两个做出来的事情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 binary operation 这是双元运算 这个呢 是uninary operation 单元运算 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 要稍微 去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friend 是不是friend 就会影响到 它吃的参数的个数 它prototype 真的非常非常的像 所以不能用prototype 来 就看prototype 其实你是看不出来的 好 所以 从加法来上 从 这个双元 双元运算 圆的加法 那当然就是 real等于 treal等于 real加 o2real 然后十步加十步 虚步加虚步 然后回传t 然后呢如果加一个double的话 就是只有十步加 十步加r 然后呢虚步不变 然后回传t 然后呢 加等于的情况之下 是 o1等于o1 加o2 对不对 所以你的real 就等于 就应该说你的o1的real 就是它自己 现在this 知道的就是o1 就real 加等于o2.real 然后image imagepart 就等于 加等于o2.imagepart ok吗 我这样会不会太快 我需要一个个讲吗 不需要吧 好 然后呢这个是 这个是 overloading的 member function 那下面是 overloading的 frame function 那frame function的话 那我们刚才讲 这前面就是 前面就是一个double的 double加一个物件的 所以一样 就是 treal 就等于r加o1real 然后timagepart 等于o1.imagepart 然后returnt 然后它的 这个 负号的部分呢 就是负号的部分 那很简单 就是 把o1的这个real part 跟imagepart 都做了一个反向 然后回传一个complex 好 就ok了 然后呢 因为这边我没有做constant的防护 大家记得就是 这边必要的情况之下 把这些这些这些 都需要做constant的 必要的防护 以免你去不小心 改到里面的值 那这边是 只是一个测验的结果吧 我们上面的这些 这个 所实现到的这个 然后呢 分别拿来 拿来呼叫 然后你就会看到 这个对应出来的结果 所以 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请大家回去执行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解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就是 加加跟减减的部分 加加跟减减的 这个 这两个符号啊 就是大家用很频繁 对不对 比如说大家用for回圈的时候 就很喜欢加加 很喜欢减减这样子 所以呢 那这个 这两个符号 其实都是unary的 都是单元运算源 然后呢 所以 它里面又分成两种形式 一种是前置 前缀加法 一种是后缀加法 或者是后缀减法 所以 prefix跟postfix 所以 意思就是放在前面 跟放在后面的差别 所以 有加加object 减减object 这是前缀的加法 前缀加减法 然后有后缀加减法 就是object加加 object减减 然后所以如果我们 要把它宣告成 一个member function 来实作的时候 那 西加加里面怎么区分它 是前缀还是后缀呢 简单 就是 这是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这是西加加语法里面 规定的 规范的 就是 它的前缀呢 就不用未参数 它的后缀呢 就多为一个int 就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 当你要重载的是 前缀的加法 前缀的increment的话 不是加法 对不起 前缀的递增的话 递增符号的话 你就写成这样的形态 那如果你要是 定义的是这个 后缀的递增形态的话 你就多一个int在后面 相对的 如果你要用 frame function来implement的话 也是一样的 因为frame function 来implement的时候 前缀的 就直接给前面 是一个object而已 那后缀的呢 就后面要多一个int 然后形式上一模一样 好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事情 我们怎么来做呢 假设我们只是要 implement一个ccount 那这个ccount里面呢 只有一个 onsign integer 叫cnt 那这个cnt 首先这个是constructor 这个display 就是把它设定好 把它指印出来 然后呢 那我们把 假设我们就把 它的prefixed increment 前缀递增符号 然后呢用 overloading的member function 来implement的话 那我们讲过 前缀的是没有加nt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这样写 cccount reference operator 这样就好了 然后呢 那如果你是后缀的呢 后缀的话 你就是要这样写 后缀的就是frame 然后cccount offeration++ 然后呢 cccount amperset 然后int 好 然后呢 你看 来 前缀的部分呢 前缀的部分 就会变成了 我前面的这个operator++ 然后呢 前缀 那 你会发现 前缀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先把我的 里面的内容 先递增 对不对 然后再回传我的pointer 给它 所以 我的前缀就会先把我的ccount++ 加完之后我再去return 现在我接一个物件回去 给人家 那我的后缀呢 是什么意思 后缀就是 我要先回传我的物件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pointer给人家 然后我自己才去做递增的动作 好 所以 我先 那我要怎么达到这件事情呢 我就只好先把 我还没有改变之前的结果 先记起来 先拷贝进来 拷贝成一个temp 知道我在说什么 好 所以呢 然后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我在做递增的动作 那我回传给人家的 是不是就是回传给人家 前面我还没有加过 就是 之前我还没有加过的这个 这个 还没有做递增动作之前的那个物件的内容 了解这个差异吗 大家记不记得 比如说 你写 比如说 x等于 假设y等于 y等于1好了 那x等于加加y 什么意思 y是1 然后x等于加加y 是不是y 他做前缀加法的时候 是不是先把y的指线 递增1 然后再把assign给x 所以他的动作有点像是说 所以 我要做这个物件 要做加加物件的时候 意思是说 我先把它自己做递增 也就是说 我先把 这个 他的内容 以刚才y是1来讲 先把它加成2 然后再把y的内容 烤过去x里面 所以是2烤过去 所以如果是x等于y++呢 x等于y++ 是先把 有点像是说 先把1的内容烤进x里面之后 我的y自己再加 再加1 对不对 所以x是1 y是2 可是对于这里来讲的话 我们在ample面来讲的话 就会变成 我必须要先把值 把原来的值 原来的值 先拷贝好 先保留出来 保留起来 然后呢 我在把我自己的值做递增之后 回传给别人 我原来的值 ok吗 知道我在干嘛 好 所以这两个部分 好 这就是我在加加地增 这个地增这个动作的时候 然后呢 前缀跟后缀 的差别 好 所以我们来看 看一个比较复杂的 来你看 假设我的c count d1是10 d2是还没有设定 也就是说 我把10设定在 d1的cnt里面 所以里面的值 现在存的是10 然后呢 那d2等于d1加加 什么意思 它互叫了一个pulse 6的increment 對不對 所以 它会等于先把d1的值 sign到d2里面去 然后呢 在d1自己再做加加的动作 所以 d1现在里面存谁 11吧 然后d2呢 10 所以我自然而然 这一行秀出来的情况之下 d1 d2 display的情况之下 就变11跟10 好来 再去看看 所以如果是d2等于加加d1呢 现在我的值是11跟10 所以我就等于是 要先把d1自己做加加 对不对 自己做累加的动作 所以就先变成了12 然后再把assign给d2 它就变12 好 这我想这个可以理解 那我要问的是 那如果我做了加加加加加d1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写了四个加码 对不对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可以怎么看 你可以先这样看 先看 先看 它先做一次加加d1 现在d1是12 对不对 所以它做了加加d1之后 会变多少 13 然后呢 13再加一次加加呢 就变14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这会变14呢 原因会牵扯到就是 我们刚才做前缀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做前缀 我们实现这个前缀加法的时候 它最后回传的这个是谁 回传呼叫物件的本身 就是我这边不是谁呼叫的 我就回传他嘛 对不对 大家看 就这里啊 我这边还有一个reference 也就是说 我回传的是当初呼叫的那个物件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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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它回传的物件是谁 是d1 所以 再加加d1 它就变成做了两次 它就做了第一次加加d1之后 回传了d1回来 又再做一次加加d1 听得懂我的问题吗 OK 好 那如果大家听得懂的话 请大家回去一定要去看 Lecture 5-6 为什么呢 因为Lecture 5-6呢 我又再埋了一个问题 我就 因为在Lecture 5-6 我还有写--的这个符号 然后呢 但为什么我要问大家 里面有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里面有个 寫出一些訊息 或者是說從鍵盤裡面 敲了一些文字 敲了一些字件 然後要把它讀取進來 所以我們常常就會用這個 這個大於大於符號跟小於小於符號 然後把資訊 把資訊萃取出來 所以呢我們也可以去啟動 這些input跟IO的這個 input跟output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然後把它把我們的物件 然後呢推給一些 推到一些stream上面 推到一些串流上面 那它的使用方法呢 就其實跟其他的operator operator overloading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它有點小小的不一樣 我們首先先來看format的部分 format的部分的話 那你要 這個是大於大於對不對 大於大於就是要把資訊萃取出來 那它把資訊萃取出來 它要的參數就是一個istream 也就是輸入串流 因為我們只能從輸入串流裡面去抓東西 一路把它抓出來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從給它一個istream 然後利用它這個reference的方法 避免重複浪費的時間的拷貝 然後呢後面呢就是你的object object的那個連結 那回傳的形態 特別要注意的就是它也是回傳一個istream 然後呢 然後m%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這樣子的一個回傳的一個形態 然後為什麼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 首先我們看下面這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針對於我們所 我撰寫的ccomplex 這樣子一個complex的這樣子的一個class 這樣子的一個複數的這樣子的類別 那我去定義一個friend function 大家看到前面有friend 所以我可以定義一個friend function 然後呢那接下來就是 因為我現在定義的是一個小於小於的符號 也就是說小於小於符號就是說 我要把我的資訊推過去 推到哪裡去 推到輸出串流去 所以我的第一個參數 就叫做輸出串流 然後m% 然後把它連結成一個out的名字 所以外面給你什麼樣的輸出串流 裡面它叫out 然後另外呢 我要輸出什麼 輸出 不一定是輸出嘛 就是說我要給它另外一個就是 我要輸出的對象的object 那它是什麼 它是c 那它這個c呢當然就是 就是你所定義的這個類別的形態 然後並且用m%連結好 那它的韓式的實體內容在做什麼 在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我每次要去呼叫 我給了一個輸出串流 然後呢 小於小於一個c complex的物件之後 c complex的object之後 那麼我裡面每次都做什麼 就是我把這個out 然後裡面推了一個左括號 然後呢推了c.real 就是它的real part 然後呢 然後接下來再左括號 然後再推一個 再推一個這個 逗點符號 然後再 繼續把它image part 然後推出來 然後再寫一個i 右括號 然後呢 然後左括號 再小於小於 然後ndl 再換行符號 那這件事情呢 那 那這件事情 我要問大家的是 像你看喔 在這一步驟的時候 它是不是都用了左括號 左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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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為什麼認得 因為它當然認得 因為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 原來我沒有交overloading這個情形之前 你本來就會做的事情 就是對於每一個輸出串流 然後呢 把後面它認得的所有的 譬如說 自串 然後呢 這個是可能是double 自串double 然後自串 endl 這件事情本來就是它認得的嘛 對不對 所以它會用它認得的事情 然後把它完成 然後達成你要的效果 所以這件事情沒有 對我們來講 不是新的事情 是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最後 我再return一個out 也就是我把串流 輸出回去 回傳回去 就是說我現在做的動作就是 除了你給我一個物件 我把物件的資訊 列印在 或者輸出在你要的 輸出串流上之外 那我同時還 回傳給你的是這個 輸出串流的本身 那 當然為什麼 因為 我要輸出串流的本身 它就是為了方便我們去支援 連續的輸出 這樣的功能 所以 好 所以 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像這個例子就是 我們 利用ccontext 創造三個物件 c1 c2 c3 然後它分別是初始化 然後初始化好 所以呢 c3等於c1 plusc2 就把兩個相加之後 然後寫到c3裡面去 所以就是 十步加十步 虛步加虛步 所以2加負3是負1 5加負2是3 所以是負1 3 對不對 所以呢 我c2 小於小於c3的時候 那由於這個c3 是ccomplex的物件 是我 基本語法 C++裡面預設語法 所不認得的部分 所以我們一定要重載之後 我們才會 C++才能正確的編譯它 所以它 我有了下面這個 frame function之後 它自然而然可以 對這個語句 對這個statement 進行正確的編譯 然後把-1 3 就是-1 逗號3i 然後旁邊有兩個 刮號刮起來 列印在螢幕上 沒錯吧 好 那這個語句算是完成了 但是我要問的是說 如果我要支援cout 小於小於c3 小於小於c2 也就是說 我想它連續輸出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原因是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講過了 因為現在這個out 在這個 本來我在做cout的時候 本來是不用 做完列印的動作 應該說做完把資料 輸出到 all stream的動作之後 其實我要的動作 就已經完成了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我還要回傳out 回傳out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想要讓它支援連續輸出 也就是說 我每次做完了cout 小於小於c3之後 這一個語句做完之後 最後誰被回傳回來 all stream又被回傳回來了 對不對 它的all stream又被回傳回來了 所以就很像是cout 小於小於c3之後 把c3列印出來 內容列印出來之後 這個部分 又變成cout 所以它又變成cout 在繼續的小於小於c2 它就可以繼續的 把c2的內容 連續輸出 大家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 我們這樣之所以 這邊有一個m% 這邊有一個m%的意義 就在於 它可以支援讓我們 可以支援連續的這種 小於小於或大於大於符號的使用 ok 好 所以這個例子 直接繼續看 就是說我們剛才定義了小於小於 這時候它定義大於大於 那其實 狀況也是一樣的 比如說你看 大於大於的時候 它這邊 輸入的就是一個 iStream 就是輸入串流 那輸入串流它叫imp 然後一樣有個物件 那也就是說 我現在要去 輸入串流裡面抓資料 所以呢 我一樣去支援的是 輸入串流 然後大於大於c.real 大於大於c.image 也就是說 我在我給定的這個串流裡面 先抓一個double出來 當成是c.real 然後再抓第二個double出來 當成是c.image 當成虛部的部分 那同樣的 最後我也要回傳imp 為什麼 因為我也要支援連續輸出 所以我等一下 在下面的例子我就可以看到 你看 complex c1 c2 c3 所以我一開始就可以 c-in的時候 就大於大於c1 大於大於c2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這時候 它會要求你在 鍵盤上 連續敲進四個double 對不對 因為前面兩個double 是給c1所使用的 然後後面兩個double 它是給c2所使用的 那它操作的方式其實 不是一次跟你要四個 而是 譬如說它看到c1大於大於 對不起 c-in大於大於c1的時候 它就會說 喔 你現在要給我兩個 兩個 要給我兩個這個double 因為我要把它存到 c1裡面的real 跟c1裡面的image part 沒錯吧 然後呢 要完之後 我return了 又return了這個c-in回來 所以這一串 這一串 這個部分 就變成c-in所取代 所以又變成c-in大於大於c2 所以它又再做一次動作 所以又再跟你要c2的 rear part 然後c2的image part OK嗎 所以 output的部分我們剛才講過了 所以就是 一樣的動作 所以它的 它微小的差別就在於 我們在寫這個 extractor跟insertor的時候 那我們通常都會把 它的回傳形態 用reference的形態來回傳 也就是在這裡 不管是instream或out string 我們都會讓它用reference的形態來回傳 那為了就是支援這個連續 連續讀取的動作 OK嗎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operator 就是中括號 那這個中括號呢 也可以 也可以被重載 那一般而言 我們看到的這個x中括號i呢 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那我要去把它做第幾個 第幾個元素的存取嘛 譬如說我 原來的x有五個 有五個元素 那它的指標就是 0 1 2 3 4 對不對 所以我的x3的時候 意思就是說 我從0的地方 跳了幾格 x3跳了0到1 1到2 2到3 對不對 跳了三格 所以呢 它就會變成是 原來是x的位置 加上i之後 然後再去存取它 只不過這裡面有千言萬語嘛 對不對 我們講過 因為它每次這個加法的時候 不是說它的位置加1而已 它是會根據你的這個x的大小 記憶體位置大小 做適當的跳動 大家繼續覺得 好 所以呢 那我們什麼時候需要 重載中括號i呢 其實大家會覺得很困惑 因為原因是 你看 我們現在沒有交 重載中括號i的時候 我們也是可以 正常使用它的 對不對 像你們的 上記的範例裡面 都有一直在使用這個 用那個類別 然後 然後宣告一個 array出來 然後去使用它 所以其實 對大部分的使用來 使用狀況來說的話 其實中括號都不需要重載的 那中括號什麼時候需要重載 中括號需要重載的時機 就在於 如果我們想要 利用中括號來確認 所謂的out of font 超借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重載中括號 也就是說 如果真的是一個非常仔細 非常小心的程式設計員 然後呢 我希望避免我設計出來的類別 然後我的使用者 不會違法使用的話 我就會去重載中括號 那它重載的原則 它重載的方式就是說 如果呢 這個就是 它是一個 binary 的 operator 也就是說 重括號對我們來講 其實它也是一個 二元的一個運算員 也是 因為它的前面呢 是一個 reference object 前面是個物件 然後中間是什麼 中間是一個 index 是一個整數的部分 所以 你對於 應該說 對於這個 這樣中括號的使用來講 它一定要有前面 它來講的是 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什麼物件 然後呢 或宣告出來的名字 然後中括號裡面有個整數 所以它同樣也是 是兩個 兩個變數的這樣子 一個 operator 那它的格式上呢 它第一個 operator 它就必須要回傳一個 reference 它就必須 就是必須 下的比較強字眼 就是說它必須要回傳 是一個 就是 它自己本身 因為 你的 譬如說某個 x i 你希望得到的那個資訊 其實就是 x i 那個物件本身 對不對 所以你當然回傳的時候 要回傳 這個物件本身給它 所以 它會用 reference的方式來回傳 所以它被規定是它 規範成它必須要是一個 reference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這個 operator的中括號這個 必須要用 Member function的方式來 implement 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 從這個章節開始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有告訴大家說 有哪些 operator 一定得用什麼方式來形成 沒有嘛對不對 我們通常前面都是在講說 你可以用 friend 也可以用 member function 隨便你選用 但是唯獨在這個 唯獨在中括號的這個重載上面 在這個重載上面 你必須要去使用所謂的 member function 那它的形式就會長成像這樣 就是說 我一樣 我就是這個類別名稱 然後類別名稱 回傳 ampersand 意思就是說 我等一下要回傳這個物件本身給它 對不對 然後類別 然後冒號冒號 界定符號 然後 operator 就直接寫中括號 然後它為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講過 它為了 因為它是一個 binary 的 operator 所以如果它是兩個參數 那第一個參數是物件本身對不對 它是需要給 不需要 因為它用 member function實現的時候 本身 物件本身就是呼叫的人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參數就不用寫了 它要寫的只有第二個部分 就是屬於它的指標的位置 index的部分 就是它到底是第幾個 第幾個這樣子的 element 這樣子的部分 所以它的所影值 會用整數的方式來呈現 然後裡面再接著它 function body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實例 那這個實例 在Lecture 5-7的這個 範例程式裡面 可以完整的可以看到 那不過我們來看 這個主要我把比較精華的部分 摘要出來 假設我們在Lecture 3裡面 我們已經看過了所謂的 cString 也就是說我們自己去定義一個 叫做String的這樣子的類別 那它裡面呢 有所謂的資料 內部的資料 內部的資料叫做line 也就是說它這個line 是用character array的方式來實現的 那同時它支援非常多的public function 那當然有它的constructor 然後copy constructor 還有很多其他的function 那現在主要就是說 我想要針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物件 我去定義我的所謂的 我去定義所謂的這個 它的這個 它的中括號的這樣子一個 中括號這樣子的一個形態 這樣子的一個operator 那所以我在定義的時候 要怎麼定義 那我在定義的時候就看 它前面呢是 我要先講 因為它的內部資料結構 它的內部資料結構 它的是用character來 character來回傳的 所以我這邊回傳形態的時候 我就用character去接 它回傳出來的那個字圓 大家想想看 我的內部資料是一個character array 對不對 裡面都是每一個character 所以我的character array 給一個中括號 i譬如說給一個縮影值的時候 它要回傳的是什麼 它要回傳的是這個character array裡面的 某一個character 沒錯吧 所以呢 它前面有character reference 意思是說 我在這個character array裡面 在這個內部資料裡面 我要回傳的是某一個character 然後呢當然我另外還要給的是 它的縮影值 那它的實體在下面 也就是說 我先看 所以 當我在外部定義它的時候 那 我這邊就會寫character character reference 那根據我們要回傳的形態 然後我去定義的是 c string底下的operator 中括號 然後給一個 給一個縮影值i 那 我就去判斷 如果我現在的i 大於等於 string length 然後 括號起來的lens 括號起來的line 什麼意思 表示說 我先去call了 c的library 叫string length 也就是說它會把 後面我剛剛 line這個指標 直到的那個 直到的那個character array 先把它的大小抓出來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再去跟現在的縮影值來比較 看一看現在縮影值 是不是大於等於現在的這個 這個line 所抓到的長度 因為即便line 有五個字圓好了 那它基本上 它合法的縮影值 是不是只有0到4 沒錯吧 所以 如果你一旦i大於等於5的話 即便它等於5 也都是超界的狀況 對不對 因為它只有01234 所以它如果等於5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出現超界的狀況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呼叫CR 就是說 我就呼叫這個 程式錯誤的這個 這個output訊息 就是說 其實你是錯誤了 你現在的縮影值 i 事實上是out of found 是超界的狀況的 然後呢 因為CR的關係 它就跳離了整個程式了 它就把程式整個跳離了 所以 如果遇到超界的狀況的時候 我的程式就結束了 可是呢 如果我沒有遇到超界的狀況的時候呢 我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我沒有遇到超界的狀況的話 如果我沒有遇到超界的狀況的話 那事實上 我就return line i line i 怎麼理解 當然就是說 我就直接把所以指定在 line的這個 第i個 第i個這個 第i的位置上面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就把line i這樣的一個字元 回傳回來 用reference的形式 所以 你外部在使用的時候 你的line i 你的line i 就可以抓到那個line i的位置 所以你看我們下面怎麼使用 我們下面假設 我今天的c string 宣告一個物件叫one 裡面存的叫做 lecture 5-7 所以 lecture 5-7 那 所以它就會呼叫我的 constructor 然後把這些事情完成 那接下來呢 我就c out 然後呢 小於小於one 然後中括號5 小於小於endl 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的事情就是 它去看 欸 我這邊因為有一個中括號5 對不對 所以首先它就會去呼叫 它的這個operator 中括號這個 然後去看看 123 456 123 456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去找6個字元的時候 它就知道說 欸 這裡面有6個字元 它的所影值合法範圍是0到5 所以 它就看 這個5 有沒有大於等於6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沒有的情況之下 它就不會執行這個 and 這個裡面的這個function 這個 這裡面的這個body 然後就跳到這裡來 然後回傳line line line5給它 line5是誰 012345 7這個數字 對不對 所以它就把7這個數字回傳回來了 然後呢 就把7寫在這裡 所以它就把upper7 upper出來了 那下面這一行呢 然後接下來它是 cr1 中括號8 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覺得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中括號8一樣 它又跳到這裡面來對不對 然後就把8的所影值在這裡 然後8有沒有大於等於6 有嘛對不對 所以呢 就執行了這裡面的內文 那執行了這裡面的內文 那執行了這裡面的內文 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就發現它呼叫了sear 呼叫sear 之後就發現 它其實只要執行完這一行 錯誤訊息列印之後 整個程式就被結束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它就列印了error 然後呢 8 事實上是out of bound 然後換行符號 接下來 它就跳離了整個程式 所以當然連這一行都沒有到 程式就已經被結束掉了 OK嗎 所以如果你一旦發生超階的狀況之後 下面如果還做了其他事情的話 就自然而然不會發生了 OK 所以 這個中括號的這個重載呢 是唯一在你希望去檢查這種 超階的狀況的時候 然後你才會使用它 那對於我們大部分而言 我們如果沒有寫重載的話 大家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大概就是列印一個 一個亂七八糟的內容給你嘛 對不對 那時候記憶體內容裡面 它在那個 從這個line的8 line的頭開始算到8的位置上 它是什麼內容 它就輸出什麼內容給你 但也有可能會造成segmentation 4 那不一定嘛 看看它用 它列印到的是什麼內容 所以之後不一定的狀況 那可是如果你為了要避免這個 那個 不小心的使用到別人的記憶體的話 那你自己還是最好去做所謂的 這個超階的檢查 OK 好 那這個看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題目 這個部分呢 這很有趣 叫做type casting type casting 就是我們講的就是 強制轉型的部分嘛 對不對 所以對於類別的強制轉型 那麼我們當然也會有一些 既定的規則 譬如說 西大架裡面提供了所謂的 顯示的 形態轉換 譬如說 它的方法就會用這兩種方式來呈現 這個語法是這樣子 譬如說int 小括號 82.7 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82.7變成一個整數的意思 那當然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把小數部分 轉K掉 那或者是說 我要把49 然後呢 前面用一個小括號裡面寫double 意思是說 我後面所接的這個 接的不管是數字 或者是 接的一個變數 那我都把它強制轉換成一個 double的形態 所以它會把49變成49.0 這樣的形式來表現 那對於這種 對於這種 對於這種 一般的資料形態 我們都已經很熟悉 他們之間的型態轉換了 那可是對於類別呢 那類別裡面 就會有特別一種叫做 conversion constructor 就是轉換 轉換建構值 那這個轉換建構值呢 事實上 就會把你 這個 某一個類型的資料 cast 轉換成 另外一個物件的這個 另外一個類別的物件 另外一個類別的物件 這樣子 所以呢 在這個轉換的過程中 事實上 它只需要吃一個 parameter 為什麼 為什麼它 它可以只要吃一個 一個 只要吃一個這個parameter 因為它本來就是 就是你一個 因為你要吃的parameter本身就是 它 它就是你要轉換的對象 那個對象 不管是你已經知道的資料形態 或者是你想要轉換的 你想要 應該說被轉換的那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類別的物件 所以它當然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parameter 因為另外一個parameter 就是呼叫者本身 對吧 就是你希望轉換的形態 就是你希望轉換的形態 你希望轉換的形態 然後呢 擺來就是呼叫者本身 這樣子 所以它稱之為conversion constructor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 譬如說以我們剛才的c complex 類別為例 所以我這時候就是在寫一個 c complex double r 然後呢 這個double r 接下來是什麼 裡面就是rear part等於r image part等於0 好 那 大家可能覺得很奇怪 那這個跟 這個跟 我們的 跟我們的那個 預設的這種 constructor不是也很像嗎 所以 當然很像 因為它根本就一樣 也就是說 就是說 你會覺得你有時候這個 它在不同的角色的時候 它就會serve不同的purpose 你看喔 譬如說我這樣寫 complex o1 括號4.2 在我們沒有講conversion constructor之前 你會怎麼理解它 你就是說 它是 它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constructor 對不對 只是它constructor的目標 是把4.2 放進你的物件裡面的資料裡面去 沒錯吧 所以呢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我現在有一個4.2的 這樣子的一個 4.2這樣子的一個物件 或這樣子的一個變數 我想要把它轉換成一個 複數的形態 所以它就會變4.2加0i 懂我意思嗎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當然會是一樣的狀況 那我們看另外一個例子 complex o2等於o1 加上ccplex 2.5 什麼意思 那大家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是o1 然後呢 要去加上一個 2.5 轉換形態成 complex的一個形態 那這兩個是不是可以直接想加 如果我沒有去 如果我沒有寫多餘就是 就是我原來這個物件 應該說 我的假設我沒有去 overloading 那個加法 讓它可以變成是物件加一個 雙倍浮點數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 事實上先透過 把這個雙倍浮點數 轉換成這個物件的形態 然後就去呼叫我裡面的物件相加 當然這個前提是你寫了物件相加 這個加法的 overloading 懂我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 我們不見得要去幫每一種 比如說 你自己想 假設 假設我有非常多的形態 然後可是如果你今天本來已經在 copy constructor 或 constructor 那個部分 已經去寫 已經去寫過這些部分的話 那你就可以想見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 每次去重載這個加法 還是可不可以簡單的就利用 conversion constructor 然後去幫助你完成這件事情就好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conversion constructor 在強制轉型的部分 然後 你看喔 但是從簡單的類型 轉成複雜的 複雜的類型 其實對我們來講 概念是簡單的 但是呢 如果我們想要把一個複雜的類型 轉成一個簡單的類型 該怎麼辦 會很困難嗎 其實也還好 那其實它就需要一個type conversion的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呢 那語法長是這樣 我們來看 事實上 它非常的簡單 它就會變成 它的方式就變成 你的c complex裡面 只要寫operator 然後呢 double 小括號 然後呢 最後裡面寫function body就好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把double 小括號本身 當成是一個function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講過重載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重載 我們講過是超出你想像的 這個就是包含了 這個 比較不像你想像中的是 double小括號本身 它就當成是一個function 當成是一個 類似像operator的方式存在 所以 當你寫一個double小括號的時候 跟那個中括號的關 跟你很像 中括號也是一對 對不對 然後裡面塞一個值在裡面 對不對 你就把現在那個中括號換成 double小括號對 它現在的運算符號就是這個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裡面在做什麼 所以我每次呼叫double小括號對的時候 我就只把real part回傳回去 所以我就只有回傳了十步的部分 這樣子 ok 所以呢 它有一個特性就是 它不能夠assign return 的datatype 那為什麼 因為你呼叫了double的形態的時候 它就會要求你一定要回傳double 所以你就不能說 我呼叫double 然後你給我一個integer 或者我呼叫double 你給我一個character 是不可以的 懂我的意思嗎 它強迫的就已經規定你 在呼叫double這樣子一個 這樣子一個 這樣子一個operator的時候 後面就一定要是一個real的形態 對不起 叫一個double的形態 好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它不能夠有任何的參數 因為 它在轉型 它當然 你就沒有辦法強制它說 嗯 你為個參數進來 然後判斷幫助我判斷轉型 沒有這些事情 它就是 你就用double 裡面就只能吃 你要被轉換的物件 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呼叫者的本身 已經被放在那個double的括號裡面了 它跟其他的 它跟其他的overloading不太一樣 因為其他overloading是 前面 在前面 然後後面是 後面可能是 它有一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 在被呼叫 對不對 可是像double這類型的 還有int這類型的 它就變成 呼叫者本身被放在double 就是double小括號的隊裡面了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所以呢 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譬如說 complexO1 括號4.2 這剛剛我們講的 是把4.2轉換成complex的形態 然後呢 可是doubled2 然後等於12 現在是12 然後寫到 寫到這個d2 這個double的這個變數裡面去 然後我可以另外宣告一個doubled3 等於d2加O1 什麼意思 當我遇到d2加O1的時候 那我就要來問 欸 那 我現在遇到了O1 對不對 那我O1 該怎麼辦 我的O1是一個 我的O1 是一個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ccomplex的形態 對不對 那假設我在沒有寫 這個 在complex沒有寫這種 重載函數的情況之下 那它一定會做某種程度的判斷 就是 就是 它會把 引示的把O1 轉換成一個double的形態 才能完成剩下的這些事情 去呼叫一個double的operator 這樣夾 所以 compiler就會去比較說 喔 好吧 如果你沒有寫 我就把你轉換成最原始的 最我認得的這種操作型態 所以它就把你的O1 做了引示的轉換 引示的意思是說 不是我呼叫的 是compiler呼叫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顯示的轉換 懂我意思嗎 你就這邊寫個double 然後把O1刮起來 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寫的話 那compiler先去比對它的規則 發現你沒有寫 你在complex裡面沒有寫的話 然後它就幫你做這樣的 就幫你做這樣的轉換 把O1本身轉換成double 那它就會呼叫這個 對不起 呼叫這個 就引示的去呼叫 引示的就是說 compiler就幫你呼叫了這個 你剛才寫的double轉換函式 把你的這個O1的內容 轉換成real 那就是什麼 把4.2再換放回來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邊又是12加4.2 就變16.2 最後是16.2 然後呢放在d3裡面 好 就算是你有寫 等一下喔 就算是你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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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倍伏點數 加上這個 ccomplex的重載 就是假設你有寫這個 加號的重載 對不對 加完之後它return給你是什麼 一個ccomplex object 沒錯吧 我到這邊的時候又會怎麼樣 其實我一樣的 還是要幫你去呼叫一次 引示的這個double的轉換 為什麼 因為你不可能把一個物件 寫進一個double裡面嗎 對不對 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如果你 如果你要寫 那就是說它 由於compiler不知道 要怎麼把一個ccomplex物件 寫進double裡面去 所以它又只好幫你 引示的 就是它自己又自動的 幫你去呼叫double的轉換 懂我意思嗎 所以它又把 本來是應該是變成是 後面是 這個是12 這個是4.2 然後加零i 所以它就變成 16.2加零i 本來是有個這樣的物件 對不對 那這物件在這裡的時候 它做了一個assignment 它又不認得它了 所以它又只好把後面的部分 強制轉換成 強制轉換成一個double 所以又把零i的部分丟掉 只剩下16.2留下來 懂我意思嗎 不管是你有寫這個加號的重載結果 還是沒有寫這個加號的重載結果 其實答案 對這個式子來講 都是一樣的 因為你的對象 本來就是一個double 它就只吃double的部分而已 OK嗎 好 希望大家了解 好 那如果講完這個之後呢 其實這個lecture呢 我們就講完 因為這個lecture比較單純 這個lecture純粹就是在講說 其實就是講overload的概念 也就是西家家裡本身很多內建的operator 那都可以根據你今天類別的物件 然後來去重載它 那 事實上這些operator呢 只是單純的就是一些function 那它可以利用frame 可以利用member function的方式 來存取它 所以這邊有frame的 這邊有member function的 那 那frame function呢 然後事實上呢 它只增加了這個效能的這個 這個 這個效率部分 那它不見得是 就是 有些情況之下 就是不見得是需要的 如果 在那個 在那個 有充分的accessor跟mutator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我就不見得要用frame的方式來存取 那 後來還有我們談到有很多的reference 很多operator會利用到reference 因為需要做連續的動作的時候 那reference就會很重要 那 在很多的overloading上面 像assignment 然後中括號 加加等於 加加減減這些的話 其實都要特別的注意 然後我們也講了這個 大於大於小於小於的這個 充載的部分 來利用這個串流來幫它充載 OK 好 那我想這個lecture呢 大概就是 就主要是在討論就是 overloading 然後以及用frame跟member function 然後怎麼來實現overloading的觀念 好 又來去到此為止